很久没有见到肖战唱歌了,实在是非常怀念 记得他上一次唱歌还是在,上一次 记不清了,我以为梦海播出能听到他唱歌 想来还是有点点遗憾,不过今天我就圆梦了 昨晚的大湾区电影音乐晚会真的是群星璀璋啊 不过肖战的节目太靠后了,我没有办法熬夜看直播 所以就在今天看回放了 昨晚只看了工作释放的几张图片 欣赏了一下新的造型 真是眼前一亮,很有港风的韵味,果然印证了那句 能打贷肖战的只能是肖战 肖战唱的是经典老歌《潇洒走一回》 这首歌很有侠义之气 我自己也会唱《一千文版本》更是经典中的经典 舞台上的肖战一直横滚 清亮的嗓音听了非常舒心 这也让我联想到徐克导演正在丑备的电影《射雕英雄传》 下之大者 肖战在里面饰演过境,真的是特别期待啊 肖战这次唱《潇洒走一回》可能也是为了应景吧 因此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又可以循环播放了 我是因为演员肖战才认识他 后来通过了解才知道他是歌手出道 他的声音有一种很特别的美感 之前听一位网友形容他的歌声是清泉时尚流 我觉得非常合适 2019年以来,肖战的唱歌有了很大进步 特别是在参加了《我们的歌》之后 他在舞台上大放一彩 在演戏的同时也没有放弃唱歌的梦想 他给人的形象总是温和儒雅的 但在唱歌上却勇于尝试各种不同的风格 也常常令人惊叹 比如之前在北京春晚上和张奇一起演唱的 《给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 还有《斗罗大陆插曲》《策马这少年》 都是我非常喜欢的 目前肖战的重心是在演戏上 我非常支持 但也同样希望那些激压的剧能够尽快播出来 目前闷中的那片海热播并大爆 天知道我有歌开心 虽然肖战现在唱歌较少 但每次等待过后 都会带来惊喜啊 演员战和歌手战我都同样期待 肖战总说要专注当下 人来事件一遭 总要想打走一回 敢拼敢闯 这就是肖战